莉莉,我妈这可是过六十大熟的女人跑哪里去了,电话不接,信息也不回,你想做什么,你是不是找抽啊? 老公给老婆发了一连串的语音,还打了无数个电话,老婆始终没回。 电话的另一边,老婆已经带着女儿坐上了回娘家的火车,老婆看着手中的电话响了又响,无奈地叹了一口气,随即便接通了老公的电话。 你给我打那么多的电话做什么,有什么事吗?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,你不是说我妈办寿宴的钱你已经截过了吗?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走了?人家饭店的人不让我们走?还说什么十万的饭钱你一分都没截?你赶紧把钱给我转过来,今天你可真是让我和我妈的脸丢尽了。 这又关我什么事啊,寿宴是你妈非要大办的,况且我已经给你妈包了五千的红包,作为儿媳妇我给的够多了吧?难道你们还想让我承担办寿宴的所有开销吗?你们的脸皮可真是够厚的。 咱们之前不是已经说好了吗?你把你年终奖发的那十万块钱拿出来给我妈办寿宴,而且这饭店还是你和我一起订的,现在你一声不吭就跑了,你让我去哪里弄这么多钱啊? 对,我是同意了,可那是因为当时你们逼着我那么做的,你们拿我的女儿威胁我。你说如果我不答应这事,你妈就会把我女儿带回老家,不让她见我。我实在是没办法了,这才表面上答应了你们。 好,你个心肠歹毒的女人,你居然敢耍我们,你准我等着,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 老太婆,你还是省省吧,我已经带着我女儿走了,你们的那个家,我是永远不会再回去了,我已经决定要和你儿子离婚了,我一天都不想再和你们这些无耻的人生活在一起了。 离婚协议,我已经签好了字,就放在客厅的沙发上,就等你儿子签上她的名字了。 阿坤,你看看,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,把我们耍了不说,还把我的孙女爷给带走了,现在居然还敢和你提出离婚,咱们家的脸面都让她给丢尽了,以后你让我在亲朋好友面前可怎么抬得起头啊? 老婆,你在胡说什么呢?咱们俩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婚? 算了,你还是先把这十万的寿宴钱给我转过来,我给人家把账截了,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。 阿坤,这钱我是不会给你的,我已经决定要用这笔钱给我妈做手术了,以前因为没有钱,我妈心脏方面的毛病一直没有给她好好治疗,这次我要给我妈去大医院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。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?你妈的老毛病就先用药物控制着,等我们的手头宽裕了,再给她去大医院好好瞧瞧,更何况你妈的岁数都那么大了,动手术的话说不定会有什么风险。 我妈这次过的可是六十大寿,你说我妈这一辈子有几个六十岁啊,怎么着,也得给她办得风风光光吧?再说了,你妈上次去县城的医院看病,你给她拿了两万块钱,我也没和你计较什么吧? 可你现在又要拿这么多钱带她去大医院看病,你难道不知道大医院有多坑人啊?这是我可不同意,你妈吃着要就能控制了,去什么大医院呢?又死不了。 你说的那还是人话吗?在你心里,难道我妈的命还没有你妈过六十大寿重要吗? 如果你有钱,你想怎么给你妈办寿宴,我绝对不会拦着,可你这兜里比脸都干净的人,没钱还充什么面子,给你妈办寿宴,白日做梦的吧? 这不是刚好你们公司给你发了十万的奖金吗?我就想着拿这笔钱给我妈办个像样的六十岁大寿。 还有,你这几年对我妈是一年不如一年用心了,前年我妈生日的时候,你就给她买了个黄金手镯而已。 去年我妈过生日你可是什么也没买,就连带我们去饭店都没去,只是在家里给我们做了一桌子的饭菜而已。 莉莉,你说你的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妈了? 你还真是够没良心的,去年你妈过生日,我给你妈做的那一大桌子饭菜可是花了我一个多月的工资,你妈说想吃龙虾,大闸蟹,鲍鱼,这些我都给她买了。 你现在居然说我不用心,如果这都不算用心,那你说我到底怎么做才能让你们满意? 你这个做儿子的孝顺,你倒是拿钱去给你妈订个高级餐厅过生日啊,还有你们家的那些所谓的经济送的礼物,加起来都没有我给她做的这一桌子饭菜值钱。 莉莉,你不要在那里胡说八道了,我大姨,小姨, 还有姑姑家,他们给我妈买的那些可都是名牌衣服,名牌包包,哪个不比你做的那桌子饭菜值钱? 是吗?你还真是连个好赖都分不清了,给你们花三两百在地摊上买的东西,你们还真拿她当宝了。 阿坤,你别忘了,我以前可是在商场上班的,就他们买的那些东西,我一眼就能分辨出真假。 你别在那里胡说什么了,我妈穿着那些衣服,背着包包去跳绑尝我,可把那些大爷大妈都羡慕坏了,都说好看,是大牌的,好了好了,这些先不要说了。 你还是赶紧把这十万块钱给我转过来吧,我们一大家子人可都是在饭店被扣着的。 之前是要给我妈治病用的,我是绝对不会给你的,你们的事情就自己去想办法解决吧。 你妈的事就不能往后面放一放吗?她都那么大年龄的人了,说不定再等一段时间就用不上了,现在在花这个钱,那不就是在浪费的吗? 阿坤,你可真是个混蛋,居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,我们家就我一个独生女,当初我父母就不同意我远嫁,是你跪着,求我妈说,以后你就是他们的儿子,等他们老了,你会好好孝顺他们,给他们养老送终,这就是你说的孝顺他们的吗? 我如果不那么说,你爸妈怎么可能会同意咱俩的婚事,就像电视剧上面演的那样,这也是权衣之计,再说了,我这几年也挺孝顺他们的,每次回你娘家,我都是大包小包的礼物给他们带回去,作为一个女婿,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,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啊? 你还好意思说这些,别以为我不知道,你每次都我回娘家,我爸妈都给你塞钱,每次都是三千或者五千的给你,就你拿的那些礼物值这个钱吗? 后来因为我妈心脏出了问题,为了给我妈治病,家里没什么钱了,你就一次也没回去看过他们,你这叫做孝顺吗? 我之所以拿他们的钱,还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过得好吗?再说了,这钱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花了,而且,这钱也是他们自愿给我的,又不是我跟他们要的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的脸皮如此厚呢?每次我爸妈给你的钱,你都是自己花完的,你有一分是用在我和女儿身上的吗?我现在真是后悔,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看上了你这种人? 从跟你谈恋爱到结婚,我没花过你一分钱,包括我生孩子做月子的钱,都是用的我父母给我的赔价,你不仅是把你的工资都给了你妈,还把我爸妈给你的钱也给你妈花了 自从我妈查出心脏有问题,你有去看望过她一次吗?你没有,因为你知道我们家的钱都给我妈治病用完了,他们也没有钱给你了,你从他们那里也捞不到任何好处了,我说的对吗? 莉莉,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呀?我不就是希望你能多孝顺我妈一点吗?你当初不就是看上我是个孝顺的男人吗?怎么,现在你又开始反对我孝顺我妈了? 孝顺可以,但不能于孝吧,你的孝顺完全就是建立在让我不孝顺我妈的基础上,你们的快乐就是建立在我家人的痛苦上,你们这是拿我妈的生命不管不顾,这是叫孝顺吗? 这简直就是可耻没良心,一边是生命,一边是吃喝玩乐,哪头青哪头重,难道你看不懂吗?更可耻的是,当时如果我不答应给你妈办这个寿宴,你居然让你妈把女儿带走,作为一个丈夫,一个父亲,你居然能做出这么没有底线的事,你枉为一个男人,我选择和你离婚是最明智的决定,和你们这样的一家人生活在一起,我都觉得丢脸。 这时在一旁的婆婆听不下去了,愤怒的大声喊道,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,居然敢算计我们,你想要和我儿子离婚是吧,离就离,谁怕谁呀,但是在离婚之前你要先把我的这个寿宴费给结了,哎哟,今天你让我这张老脸都丢尽了,你还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,而且当初我们家娶你的时候,财礼可是花了我一万多块,结婚的酒席也没少花,反正我就一句话,想离婚就拿三十万给我, 只要你把钱给了我,你爱上哪儿就去哪儿,我才不稀罕你这个女人。 你这个老太婆真是越老脸皮越厚,寿宴是你自己要办的,居然还敢跟我要精神损失费,你们自己没钱,却非要打脸充胖子,这下打疼了吧,这叫自作自受。 还有你说的彩礼,我当初跟你儿子结婚的时候,你就给了我一万零一块的彩礼,酒席你们是花了不少,可酒席收来的钱你们给我了吗? 真是够不要脸的,你是怎么好意思对我提彩礼的? 我今天就告诉你了,这个婚我离定了。 说完,莉莉便挂断了电话,并把阿坤一家人全部拉进了黑名单。 朋友们,你觉得这个莉莉做得对吗? 如果是你的话,你又会怎么做呢? 欢迎大家留言说说你的看法。